他不仅在五分钟内砍死两人 砍伤四人的记录 还在2013年7月23日轰动全国 在大庭广众之下 画面中的此人算广西一大狠人 公然挑衅公安特警 他为何要如此凶残呢 死者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就在2013年7月23日上午 眼前的和申国拿着砍刀跟特警对峙 就在15分钟前 他把广西东兴计生局办公室血洗了一遍 整个办公大楼六名工作人员无一幸免 全部被他用60公分的大砍刀放倒在血泊当中 就连刚进门办事的律师也未幸免 而整个三楼办公厅内是一遍狼藉 到处冲刺着血腥味 地上横七竖坝的躺着受伤的人 而最不幸的就是卫生局局长 当场被和申国用60公分的柴刀毙命 现场惨不忍睹 为什么和申国要痛下杀手 对这些无辜的工作人员置于死地呢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在前一天 和申国带着各种手续 要给他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上户口 当工作人员查看信息后得知 和申国这已经第四胎 远远超过了国家政策 如果想要给第四个孩子上户口 就要缴纳八万元的社会抚养金 如果不交就不能办理上户口业务 为了此事 和申国肯定是不高兴 于是跟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就算这样也没有办法给他办理上户口业务 要知道在我国九十年代超生抓的有多严格吗 在农村一对夫妻 如果第一胎是男孩 就不允许你再生 甚至女人都要拉去做劫育手术 如果是女孩 也就只能再生二胎 不然就要面临高额的罚款 甚至拆房子 而如今和申国已经生育了四胎 卫生局根据政策办事 肯定是要收取相应的罚金 但和申国却不能接受 他甚至认为是卫生局工作人员刁难自己 事后据和申国说 是工作人员刁难自己 才跟工作人员发生口角 但通过走访得知 是因为未交的八万元社会抚养费 才发生争吵 要知道这几年 和申国一直在生娃和生娃的路上奔走 还要养活全家人 哪里能有多余的钱来交罚款 更何况这八万元对他来说 可是天文数字 由于和申国内心存在自卑 回到家后 觉得是工作人员看不起自己 在家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才有了杀人出气的念头 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也是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只因寄生局不啃上户口 就拿着60公分的大砍刀血洗寄生局 他不仅在五分钟内砍死两人 砍伤四个的记录 还在2013年7月23日轰动全国 在大庭广众之下 画面中的此人算广西一大狠人 公然挑衅公安特警 他为何要如此凶残 死者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就在2013年7月23日上午 眼前的和申国拿着砍刀跟特警对质 就在15分钟前 他把广西东兴计生局办公室血洗了一遍 整个办公大楼六名工作人员无一倖免 全部被他用60公分的大砍刀放倒在血泊中 断胳膊断腿都算是轻伤 经过走访调查得知 何申国本人并没读什么书 也没什么像样的工作 而在当时农村最大的耻辱 就是段子绝生这句话 如果你要轻易跟人家说这四个字 不被人骂的狗血喷头 就有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何申国结婚五年之中 一直忙着生儿子 可前面三胎都是女儿 为了不被人取笑 何申国也是坚持生娃不放弃 而这也跟当时的政策相违背 那时候农村的墙皮上到处有标语 超生多生倾家荡产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何申国最终在夫妻共同努力下 第四胎才是个男孩 得到儿子的何申国也是特别高兴 为了小孩读书问题 他也是不敢耽误 去到寄生局给孩子上户口 奈何政策严谨 不仅要追究他超生的责任 还要上交八万元的社会抚养金 才能办理户口问题 可当时 在农村很多邻居都是好几个孩子 他们也没交罚款 为什么到自己这里就要交罚款呢 想不通的何申国就像走进了死胡同 怎么也走不出来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你要针对我 我就要弄死你们这些吃工家饭的人 于是在2013年7月23日 何申国将磨好的柴刀戴在身上 冲进了办公室 一场惊天动地的屠杀开始了 只因寄生局不啃上户口 就拿着60公分的大砍刀血洗寄生局 他不仅在五分钟内砍死两人 砍伤四个的记录 还在2013年7月23日轰动全国 在大庭广众之下 画面中的此人算广西一大狠人 公然挑衅公安特警 他为何要如此凶残 死者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就在2013年7月23日上午 眼前的何申国拿着砍刀跟特警对峙 就在15分钟前 他把广西东兴卫生局办公室血洗了一遍 整个办公大楼6名工作人员无一幸免 全部被他用60公分的大砍刀放倒在血泊中 断胳膊断腿都算是轻伤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何申国做出惊天大案 肯定是要遭受法律制裁 但他被警察控制时 何申国却自称自己是精神病发作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犯罪 你以为自称有精神病史 就能敷衍过去 为了证明何申国所说的话 公安机关特意走访了其家属 万万没想到 何申国果真是一位精神病犯者 而且是从16岁就开始服用药物控制 那么何申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吗 为了探秘事情真相 公安机关特意找来专家鉴定 对何申国当时的精神状态做评估 从他的言行和动作 完全判定当时的何申国 是有刑事能力的正常人 因为在他行凶途中 每一次挥刀都是强劲有力 刀刀命中要害 根本不像突发精神病 而是蓄已久正常行为 在我国刑法上 一直坚持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而何申国虽说他有各种家庭原因 但也不能因为自己贴困 就不去缴纳社会抚养金 更不能因为不懂法 就去伤害无辜的性命 最终法院判决和申国死刑 立即执行 那么你对他的行为是同情呢 还是理解